Hello大家好 现在好多小伙伴都在问我怎么购买比特币 我也比较纳闷 怎么最近这么多人要想买比特币的 于是我做了一套详细的教程 那么咱们重点来说一下 如何百分之百安全的购买比特币 如果你是新手 第一次接触数字货币的话 也不用担心 这个教程是零基础的入门必看教程 新手小白也可以理解学会 在接触数字货币之前 我给大家做一个高能警告 币圈的骗子和骗局非常的多 咱们新手朋友一定要小心 本期视频会教你怎么识别交易所里的骗子 还有骗局 然后我再把买币卖币 然后提现出金的流程给大家演示一遍 什么是提现出金呢 就是说把我们的数字货币 再换成我们的人民币 存到我们的支付宝或者卡里 下面咱们戏桌 这里咱们一带而过 提醒大家一定要认真观看完视频之后 再去操作 我们来看一下教程目录 这个教程分为五个步骤 第一步是怎么注册交易所账号 第二步呢 我们要在手机上安装交易所的APP 用来我们方便我们的操作 第三步我们要对账号的安全进行下设置 这一步非常重要 下面呢就是如何购买USDT 最后我通过实战演示的方式 把买币卖币提现出金 给大家演示一遍 第一步呢 我们需要注册一个欧益交易所的账号 为什么选择欧益交易所呢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表格 三大交易所分别是欧益 币安和火币 目前呢 只有欧益交易所还支持大陆用户注册 币安和火币已经不支持了 另外呢 手续费也比较低 大家可以通过这个表格 很清楚的看到 每个交易所的对比情况 我就不进行过多的讲解 下面咱们开始注册 注册方法呢也十分简单 我会把注册连接放到视频下方 直接复制粘贴就可以了 这里呢 重点要给大家说一下 为什么要用下面这个连接 因为使用这个连接注册的话 你会终身减免20%的手续费 是非常划算的 打开连接后 直接到达注册页面 我们填写手机号 或者是邮箱 都可以进行注册 填写上之后 然后点击领取盲盒 它会给我们发送一个验证码 填写上去就可以注册成功了 非常的简单 现在呢官方有一个活动 注册完成 它会奖励一个盲盒 当然它这个说的肯定比较多 一般情况只能开出来几十块钱吧 具体的话要看运气 你可能运气好 说不定你能开出这么多 对吧 第二步呢 我们需要在手机上安装OEAPP 安卓手机的话 安装起来还是比较方便的 直接从官网扫码下载就行 我们来看一下 在官网的右上角 这里有一个向下的箭头 大家可以看到 我箭头指的这个方向 我们把鼠标移动上去之后 它会弹出一个二维码 直接拿手机扫码下载就行了 非常的简单 那么重点来说一下 苹果手机怎么安装 因为国内的苹果应用商店里 没有OEAPP 你是下载不了的 所以说呢 我们需要先准备一个海外的苹果ID 这个海外ID怎么获得啊 我们来直接通过百度搜索 购买苹果ID 使用谷歌也可以 里面有很多都是 买账号的 直接可以从他们那买一个就行了 好多都是 基本上一搜一大堆 有了账号之后呢 我们就需要把 第三步我们对交易所的账号 进行一下安全设置 在登陆APP后 不要着急买币 一定要先设置好安全信息 这里呢 我们需要完成两步操作 一步叫身份认证 第二步叫安全设置 再来大家跟我一步一步进行操作 打开APP之后 我们点左上角 这里有身份认证 在身份认证里面啊 分为基础认证 高级认证和视频认证 我们呢 完成第一项基础认证 就可以进行买币了 如果你以后的交易量大 你可以把这个高级认证 进行一下认证 然后我们返回一下 看下面的安全中心 安全设置里面呢 它有四种选项 供我们选择 有谷歌验证器 有邮箱验证 手机验证 还有防钓鱼码 我呢 选择的是邮箱和手机 这里呢 大家根据自己的情况 进行选择 有个人喜欢用谷歌验证器的 就把这个打开 到这一步 我们的前期准备工作 第四步呢 我们就需要购买USDT了 到这里呢 很多同学就比较纳闷了 什么是USDT 为什么要买它呢 我们来简单的说一下 USDT 我们的中文名 我们把它叫做泰达币 我们简称为USDT 很多时候呢 我们通常把它叫做U 它呢 是一种稳定价值的货币 一U就等于一美元 我们账号里的USDT 是随时可以按照美元的汇率 对坏成我们的人民币的 在我们真实实现当中 美元就是一种通用货币 同样 在我们虚拟货币当中 也需要有一种通用货币 那就是泰达币 那么我们需要购买比特币 狗狗币 这些数字货币的时候呢 人民币是不能直接购买的 所以说呢 我们需要先使用人民币 兑换成USDT 然后再使用USDT 购买我们的比特币 以太坊 这些数字货币 它呢 是一种这样的流程关系 下面呢 大家跟我一起进行一下 购买USDT的实战操作 它的流程呢 这里有 大家可以仔细的阅读一下 下面咱们看我操作 在APP首页呢 我们点击 我要买币 弹出一个选项啊 我们选择C2C买币 这里呢 有很多商家 我们可以从他们手里购买贷达币 这里呢 大家需要注意一下 一定要选择交易量大的商家 防止呢 我们的银行卡被封 我们来看一下交易量在哪里显示啊 大家仔细看 每一个商家后面都有它的成交量 大家看到了吧 我们要选择成交量高的 高一些的 这个是6000多 我们再往下找一找 你看这个成交量只有59 这样的大家不要选择 一定要选择成交量比较高的 大家看这里呢 有一个12000多的啊 所以说呢 我们选择这个商家 还是比较靠谱的 我们直接点击购买 我们在这里呢 可以写入我们想要买入的金额 比如说我要想买1000的啊 直接写1000就可以了 买多少写多少 写上购买的金额之后呢 我们直接点下方的购买USDT 我们直接点击下一步就可以 现在呢APP上提示 请使用支付宝转账 不同的商家支持不同的支付方式 可以是银行卡 微信或者是支付宝 当然了这个商家是可以使用支付宝的 下面呢就是它的支付信息 上面有提示啊 有我们的购买金额 有对方的收款信息 叫陈页 对方的支付宝账号 我们呢打开支付宝 给这个陈页进行转账就可以了 这里呢 大家需要注意的是 一定要使用自己姓名的账户进行转账 否则的话 对方会扣一扣一部分的手续费 然后会把钱带率退回来 这里呢 大家一定要注意 假设呢 我们现在已经转完账了 在转完账之后 这里需要大家注意一下 一定要及时回到OEAPP当中 点一下 我已转账通知卖家 这样呢 卖家就会及时的把USDT 转到我们的账户当中 如果你没有点这个的话 过一段时间这个订单会就会取消掉 我们的钱就会白转了 所以说呢 大家一定要注意 转完账来点一下 我已完成转账 就是这个按钮 这一点啊 我重复了两遍 大家一定要注意 在你点完这个按钮之后 USDT啊 就会到达我们的账户当中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账户信息 直接点返回 回到首页之后 我们点击右下角的资产 就可以看到我们当前的账户信息 我这个账户呢 现在有99.99USDT 你的USDT到账之后呢 就会在这里显示了 有了USDT 下一步我们就可以购买比特币了 第五步呢 就到了我们的实战演示阶段 我将从买币到提现 全流程给大家演示一遍 我们开始买币的第一步呢 就是需要把资金账户里的钱 转入到交易账户 有的同学就比较纳闷了 都是我的钱 为什么有一个是资金账户 有一个是交易账户呢 这里呢 我简单给大家解释一下 顾名思义 资金账户 就是我们的钱在这里存放着 那么交易账户 很好理解 就是我们拿出多少钱进行交易 比如说我们的账户中 有一万U 但是呢 我们不是全部都拿来进行交易 我们可以拿出一千U 进行交易 剩下的还在我们的资金账户里存放着 下面咱们来看一下如何操作 在APP当中 我们直接点资产 这里有一个资金划转 我们可以将资金账户的钱 转到交易账户 同样也可以将交易账户里的钱 转到资金账户 下面呢 我们写入金额 转多少就在这里写多少 我们可以直接点最大 点击确定就可以了 我们返回看一下现在资金账户里的钱就是零 交易账户就是99.99 下面呢 咱们就可以进行购买数字货币了 我们点击中间的交易案件 第一次操作的朋友看到这个界面会比较发猫 有好多按钮和数字 下面咱们简单的来说一下 在最上方这里 是选择币种 什么意思呢 比如说我想买比特币 那么我们就选择第一个比特币 然后选择现货交易也就是第一个 如果你想买以太法的话 我们就在这里选择以太法就可以 以太法的缩写是ETH 就可以选择这个 同样也是选择最上面的现货交易 我们继续往下看 这里呢 一个买入一个卖出 买入我们就点左边的 卖出我们就点右边的 很好理解 再往下看 这里呢 是让我们选择委托方式 它呢 有好多种委托方式 最常用的是现价委托和市价委托 这里呢 我简单给大家说一下 市价委托 就是以当前的价格立即成交 比如当前的价格是多少 我们看一下 是1873 如果我们选择市价委托 我们就会以当前的价格立即成交 但是有个同学 想等价格低一些了再买 这时候我们就用到的功能叫做 现价委托 它的意思就是说 等跌到我们想要的价格后 自动进行成交 比如现在我们想等价格跌到 1800的时候再买 我们只需要在这里选择现价委托 把价格这里修改一下 改成1800 这样设置之后 等价格跌到1800的时候 就会自动买入 咱们继续往下看 数量这里我们不用管 我们只需要把金额这里填上就可以了 比如我想买1000U 我们这里直接写1000就可以了 那么1000U就可以买到0.55个以太坊 这里呢 它是自动帮我们计算的 我们直接点入买入就可以了 当然我的账户里 现在只有99U是不够的 它这里呢 就提示余额不足 好了 买入操作呢 我就说到这里 是不是非常简单 下面咱们来算一笔账 比如说我买入的价格是1600 等过了两天 以太坊的价格涨到了1700 这个时候我们来计算一下收益 是不是就用1700减去1600 就是我们盈利的部分 就相当于我们赚了100U 也就是100美金 假设咱们现在已经赚了100U了 想要把币卖掉 应该怎么操作呢 我们来看一下 回到我们的交易界面 这一次我们是不是应该选择卖出了 对不对 我们选择卖出 下面的委托方式这里 我们选择市价委托 然后选择我们要卖出的数量 这里呢 有一个滑动条 我们可以选择卖出50% 也可以选择卖出100% 100%的意思就是说 把我们持有的所有数字货币都卖出 这里呢 大家可以根据情况自己选择 然后直接点击卖出就可以了 是不是非常简单 最后呢 咱们来说一下 如何把赚到的U 提现到银行卡 支付宝或者微信 这三项都是可以的 首先呢 第一步 我们需要设置一个收款账号 这个收款账号可以是银行卡 也可以是微信 或者是支付宝 下面大家看我演示 打开APP后 我们需要在 我要买币这里 设置一下收款账号 C2C买币 选择右下角我的 这里有一个收款账号管理 我们进去之后 需要在右上角 添加一下收款账号 可以是银行卡 支付宝 微信都可以 这个呢 大家自行选择 添加好账号之后 第二步 我们需要从欧义里 挑选一个可靠的买家 在APP里选择我要买币 有同学会比较纳闷 我们不是要卖币吗 怎么要进买币呢 这里呢 买币和卖币是在一个板块 C2C买币 进来之后 大家可以看到 这里 一个购买 一个出售 我们这一次呢 是选择出售 在出售列表这里呢 有非常多的上架 我们怎么选择呢 第一步我们要看它的成交量 这个是一万亿 这个是两万 下面这个是五千 所以说呢 我们优先选择 一万二的这个上架 这是第一步 第二步呢 我们要看商家的注册日期 这个上架呢 它是二二年十一月 成为上架 我们换一个看法 这个呢 大家看 它是二零二三年四月份 刚刚成为上架的 所以说呢 我们要选择一些 比较老的上架 也就是说 注册日期比较久的 像刚才这个就不错 号与商行 一个二的这个就不错 注册时间也够久 然后呢 成交量也非常高 像这样的上架 就是比较靠谱的 下一步我们直接点击出售 在这里写上出售的数量 然后点击出售就可以了 我们来试一下 我写一个两由 然后点击出售 然后出现一个确认双口 我们直接点卖出 这个时候买家那里 就会收到对单信息 我们呢 只需等着 他给我们转账就可以了 一般情况呢 只需要两分钟 等他给我们转账之后 我们的界面 就会变成这个样子 买家已付款 这个时候 大家一定要注意 千万不要点击 我已收到付款 这时候你需要干什么呢 你需要登录到你的 支付宝或者银行卡里 查看一下 是否到账 等确认无误之后 再到APP当中 点击 我已收到付款 点击这个按钮之后 你的USDT 就会转到对方的账户当中 就完成了 我再给大家强调一下 在卖币的时候 一定要亲自登录银行卡 或者支付宝 查看是否到账 到账之后 再来点击这个按钮 我已收到付款 这里呢 大家一定要谨慎 因为你只要点击这个按钮 USDT 就会转到对方账户当中 这个呢 就像我们逃往买东西的时候 确认收货一样 所以说呢 大家一定要注意 到此为止呢 我们的入门实战教程 就已经结束了 大家有任何问题呢 可以到视频下方 进行留言 我会给大家引以解答 想要了解更多 币圈知识的小伙伴 可以关注我的频道 炒币大师兄 每天都会给大家分享 最新币圈资讯 谢谢大家的观看 党中央高度重视这次会议 会前 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 就开好这次会议 做好三农工作 提出明确要求 下转A2版 上街A1版 会议强调 要学习运用 千万工程蕴含的发展理念 工作方法和推进机制 从农民群众反映强烈的 实际问题出发 找准乡村振兴的切入点 提高工作时效 抓好粮食和重要农产品生产 稳定粮食播种面积 推动大面积提高粮食单产 巩固大豆扩重成果 探索建立粮食产销区 省级横向利益补偿机制 做好农业防灾 减灾救灾工作 确保2024年粮食产量 保持在1.3万亿斤以上 加强耕地保护和建设 健全耕地数量 质量 生态三位一体保护制度体系 优先把东北黑土地区 平原地区 具备水利灌溉条件地区的耕地 建成高标准农田 适当提高投资补助水平 支持农业科技创新平台建设 加快推进种业振兴行动 落实好防止反贫监测帮扶机制 提高产业和就业帮扶时效 推动建立农村低收入人口 核欠发达地区常态化帮扶机制 坚持产业新农 质量新农 绿色新农 精准务实培育乡村产业 完善联农带农机制 实施农民增收促进行动 适应乡村人口变化趋势 优化村庄布局 产业结构 公共服务配置 扎实有序推进乡村建设 深入实施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行动 推进农村基础设施补短板 孔筹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 提升县城综合承载能力和治理能力 促进县域城乡融合发展 完善乡村治理体系 推进抓挡件促乡村振兴 坚持和发展新时代丰桥经验 建设平安乡村 大力加强农村精神文明建设 持续推进农村一丰一俗 强化农村改革创新 在坚守底线前提下 鼓励各地实践探索和制度创新 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吴正龙 主持第一次全体会议 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成员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负责同志 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 有关人民团体 有关金融机构和企业 中央军委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会议 方矿记者李广寅、通讯员朱峰珍、王玲玲报道 本报东营讯线上匹配、线上招聘 有效解决了我们的用工需求日前 位于东营经济技术开发区的胜利新大新材料股份 有限公司业务量激增 对人员需求增大 在东凯人才发展集团的推荐下 公司人力资源部招聘经理唐显骏借助东凯优聘小程序 短时间内就招聘了30名技工人员 这让他很是高兴 唐显骏口中的东凯优聘 由东营经济技术开发区东凯人才发展集团 推出的全市首个自主研发上线的官方云招聘小程序 通过全面畅通优化开发区乃至全市线上网络招聘渠道 使企业和求职者足不出户就能实现无缝对接 目前区内企业在线注册达到了230余家 发布岗位5200余个 累计为企业推送1万余名各类人才 线上双选实时更新 线下招聘也在接续进行 今年以来 东营经济技术开发区先后举办全市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专场 企业进校园等招聘活动15场次 参会企业830余家 发布就业岗位约1.9万个 现场达成求职意向6800余人 近年来 东营经济技术开发区坚持走出去与引进来相结合 不断拓宽人才引进渠道 创新人才招聘方式 搭建引人用人留人平台 为区域高质量发展注入新活力 增添新动能 东营经济技术开发区与烟台黄金职业学院等高职院校建立实习实训 定向培养合作引财 联合公关等合作机制 促进区内企业中金岭南与江西理工大学合作 建立有色金属冶金产业研发平台 为有色金属产业发展提供科研资源及人才资源 开发区整合区内企业资源 密集与高校 科研院所建立合作关系 促成研发平台的搭建 为人才蓄水池源源不断注入活水 在吸引人才 激励人才创新创造的同时 东营经济技术开发区不断优化人才服务体系 用心用情打好服务牌 建设了可满足400人居住的背包一站 为入住人才提供住宿 求职 培训等全方位服务同时 三个月免费入宿 大专辑以上学历 即可申请等一揽子优惠政策的推出 让人才实现先安居再乐业 目前 背包一站累计入住193人 就业率84.3 方矿记者李广寅 通讯员朱峰珍 王玲玲报道 本报东营讯线上匹配 线上招聘 有效解决了我们的用工需求日前 位于东营经济技术开发区的胜利新大新材料股份 有限公司业务量激增 对人员需求增大 在东凯人才发展集团的推荐下 公司人力资源部招聘经理 唐显骏借助东凯优聘小程序 短时间内就招聘了30名技工人员 这让他很是高兴 唐显骏口中的东凯优聘 由东营经济技术开发区 东凯人才发展集团推出的 全市首个自主研发上线的官方云招聘小程序 通过全面畅通优化开发区 乃至全市线上网络招聘渠道 使企业和求职者足不出户就能实现无缝对接 目前 区内企业在线注册达到了230余家 发布岗位5200余个 累计为企业推送1万余名各类人才 线上双选实时更新 线下招聘也在接续进行 今年以来 东营经济技术开发区 先后举办全市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专场 企业进校园等招聘活动15场次 参会企业830余家 发布就业岗位约1.9万个 现场达成求职意向6800余人 近年来 东营经济技术开发区 坚持走出去与引进来相结合 不断拓宽人才引进渠道 创新人才招聘方式 搭建引人用人留人平台 为区域高质量发展注入新活力 增添新动能 东营经济技术开发区 与烟台黄金职业学院等高职院校 建立实习实训 定向培养 合作引财 联合公关等合作机制 促进区内企业中金岭南 与江西理工大学合作 建立有色金属冶金产业研发平台 为有色金属产业发展 提供科研资源及人才资源 开发区整合区内企业资源 密集与高校科研院所建立合作关系 促成研发平台的搭建 为人才蓄水池源源不断注入活水 在吸引人才 激励人才创新创造的同时 东营经济技术开发区 不断优化人才服务体系 用心用情打好服务牌 建设了可满足400人居住的背包一站 为入住人才提供住宿 求职 培训等 全方位服务同时 三个月免费入宿 大专辑以上学历 即可申请等一揽子优惠政策的推出 让人才实现先安居再乐业 目前背包一站累计入住193人 就业率84.3 下转A2版 上街A1版 两国元首通话后 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尼加拉瓜共和国 关于建立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 方况记者李明 通讯员王灵玉 谋云云报道 本包历经讯12月11日 在历经县滨海生物医药产业园展示中心 新道医药创新原料药共享平台 最新研发的18种原料药医药中间体格外醒目 据了解 新道医药创新原料药共享平台总投资5亿元 建有中式车间 金红包车间 原材料等17个单体及公用配套设施 主要为医药领域中小型科技企业 高校研究所提供研发及定制化生产CDMD服务 致力解决原料药产业化的关键共性难题 实现医药创新链和产业链体系的深度融合 打造覆盖创新原料药研发服务及成果转化的全链条 一战式专业化服务平台 目前 该共享平台一期建设完成了 10假氧基奇生产线和公用配套设施 已于今年5月份建成投用 率先入住平台的专精特新小居人企业 山东道合药业就是获益者之一 已先后与中科院、上海药物研究所、山东大学等高校院所 建立了产学研合作关系 多项关键技术和成果正在加快转化 作为全省首个符合CGMP要求的 小分子创新原料药共享中式平台 该平台借助化工园区和化工产业优势条件 帮助我们公司与上海天磁国际药业有限公司达成战略合作 为其提供原料药配套生产 推动了创新药 高附加值原料药的中式放大和就地产业化 山东道合药业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王振才介绍 科技激发创新裂变 利金县围绕推动生物医药产业园不断向高能级推进 整合凤凰制药、信河制药等企业产业资源和科研优势 积极构建炼主企业带动、高端人才招引 校企合作赋能、平台产业转化全链条的高质量发展模式 同时打造共享生物医药平台 实施产业共性技术、关键核心技术联合攻关 加快推进山东省科技成果转化中式示范基地建设 距离以创新驱动提速、以聚焦撬动产业升级 瞄准生物医药产业发展、利金县坚定项目为王主基调 距离深耕核心产业、放大优势产业、突破四新产业、赋能服务产业 立足现有企业发展和招商引资400公斤占重点 内部培育以凤凰制药为龙头 以易蒙盛、康宝生物科技等为支撑的生物医药企业集群 外部重点引进阳光药业等一批生物医药名企和重大产业项目 推进生物医药产业高端化、规模化、集聚化发展 方况记者李明、通讯员王凌玉、牟云云报道 本报《历金讯》12月11日 在历金县滨海生物医药产业园展示中心 新道医药创新原料药共享平台 最新研发的18种原料药医药中兼体格外醒目 据了解、新道医药创新原料药共享平台 总投资5亿元 建有中式车间、金烘包车间、原材料等 17个单体及公用配套设施 主要为医药领域中小型科技企业 高效研究所提供研发及定制化生产CDMD服务 致力解决原料药产业化的关键共性难题 实现医药创新链和产业链体系的深度融合 打造覆盖创新原料药研发服务及成果转化的全链条 一站式、专业化服务平台 目前、该共享平台一期建设完成了 10假氧基齐生产线和公用配套设施 已于今年5月份建成投用 率先入驻平台的专精特新小居人企业 山东道合药业就是获益者之一 已先后与中科院、上海药物研究所、山东大学等高校院所 建立了产学研合作关系 多项关键技术和成果正在加快转化 作为全省首个符合CGMP要求的小分子创新原料药共享中式平台 该平台借助化工园区和化工产业优势条件 帮助我们公司与上海天磁国际药业有限公司达成战略合作 为其提供原料药配套生产推动了创新药 高附加值原料药的中式放大和就地产业化 山东道合药业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王振才介绍 科技激发创新裂变 历经线围绕推动生物医药产业园不断向高能级推进 整合凤凰制药、信和制药等企业产业资源和科研优势 积极构建炼主企业带动、高端人才招引 效企合作赋能、平台产业转化全链条的高质量发展模式 同时打造共享生物医药平台 实施产业共性技术、关键核心技术联合攻关 加快推进山东省科技成果转化中式示范基地建设 距离以创新驱动提速、以聚焦撬动产业升级 瞄准生物医药产业发展 历经线坚定项目为王主基调 距离生耕核心产业、放大优势产业、突破四新产业、赋能服务产业 立足现有企业发展和招商引资400公斤占重点 内部培育以凤凰制药为龙头 以易蒙盛、康宝生物科技等为支撑的生物医药企业集群 外部重点引进阳光药业等一批生物医药民企和重大产业项目 推进生物医药产业高端化、规模化、集聚化发展